欢迎宾哥 今天宾哥厉害这句话 在现场是此起彼伏 也是恭喜你们以漂亮的2比0 收关了自己的常规赛 我觉得无论是复活甲也好 还是十连胜 这个春天的常规赛 BLG已经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精彩 所以回顾这16场的常规赛 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把IG知道那场吧 因为如果那场不输的话 我们就是全胜的常规赛了 有点可惜吧 但是总是在失败当中 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一个队伍成长的必经之路 那在聊这场精彩的BLG之前 我觉得先来聊一下 今天精彩满满的开场好了 来吧 谁的主意 就是临时起役吧 就是整个活嘛 反正是做一场了 然后感觉现场周围挺到位的 那是谁的主意呢 还是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是我的主意吧 然后还有勋子也是有这个异常吧 然后本来说好了 本来说好了我跟勋一起上 然后下落双组要背着上的 结果他们把我骗了 哦好 所以是有其他的队友越越欲试 但是最终没有实行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本来说好了 然后把我骗了 应该开场的一个小小背叛 所以你们有排练过这个吗 没有排练过吧 就是上场就直接直接射了 那我们季后赛可以小小期待一下吗 呃也也不是不行吧 哦 好就等这句话 好那我们聊一下今天这场Bio3 其实第一局阵容选完之后 对面是名牌了 要跟你们打上中野 其实你们在小团站稍微占优了之后 对面其实有三条龙 稍微给到了你们一点压力 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在第三条龙 尝试去进行拉扯了之后 好像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效果 所以那波之后你们是怎么决定去运营 说把第四波团打好呢 第一盘吗 对第一盘 第一盘的话 我想一下 少有点久是不是 第一盘的话 其实主要是对面 就是这种比较偏前期嘛 然后主要是我们前期能挺住压力的话 我们越来越来越来越打团就越好打 所以后面打团自然就赢了 所以其实那波龙魂团很关键嘛 你们当时是打出了 呃一个小小的 应该是一个二换四 所以那波你们是怎么去把 对面的血量稍微压了一点点之后 又在对方其实保持的 还不错的阵营的情况下去 找到那个缺口的呢 呃 小的你弯了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第一把可能已经稍微有点久了 那问一下那把的 最后的三打五应该记得吧 原来是我两刀砍掉了对方的ADC 那波最让自己的定向深刻 是 好 所以来看看当时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你自己当时被围攻的时候 你有说就一下吗 语音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呃那一波的话 其实我本来就是觉得自己等级太高 装备太好了 想去尝试一下 然后就没有任何过分吧 对我都要毙了 然后就我自己就突然走过去了 就是我自己也不想过去打扰嘛 就是有点不听使唤的手 哦 但是最后变成说 设计师 你看看这个亚图克斯 好像 好像就是说在战场上面 还是施杀风云的 所以来到第二把 那好像阵容选完了之后 你们在最后一手留给了薰 拿了一个悟空 那对方其实 好像基本上进攻压力 还是压在他们的前期的嘛 所以你们的一个前中期规划是怎样的呢 第二把的话 感觉他们的阵容也是非常偏前期吧 就上路是蓝薄 打野是波比 就其实第二把我觉得 我上路只要成为不出事 然后让我们打野去跟装下打的话 其实是特别好赢的 然后感觉处理得特别好吧 第二把 而且第二把的一个关键团 就是在大龙前 收掉了对方中野的这一波 而且 Night的这个狐狸 亲得实在是太准了 我先问一下 你如何评价今天 Night的这个狐狸 就意见 意见放得特别好吧 然后亲得特别准 玩得很好 今天感觉大家状态都不错吧 那如果说给大家都 凭一个分数的话呢 那肯定又是满分吧 然后我满分多一点吧 不能落下对自己的夸夸 那即将进入到季后赛了 因为其实你们是全联盟第二结束自己的常规赛 同时又是最晚开始季后赛的队伍之一 那这个准备时间其实还是比较长的 那打算怎么度过这段时间呢 就先放假吧 然后少放点假吧 少放点假吧 然后就正常训练 该干嘛干嘛 然后保持一个挑战者的心态吧 不要太自大骄傲了 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那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是在深圳来到我们彭城 结束了自己的常规赛 有没有什么想对 所有一路以来16场比赛 一直为你们加油欢呼的粉丝说的呢 来不要尝试一下用一句简单的粤语 怎么说 你想说谢谢大家还是想说辛苦的 还是都说 都说吧都说吧 好那我们先说谢谢大家 好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生福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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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还有什么想给大家说的话吗 就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赛季的支持吧 然后现在常在打完的肌肉赛 我们绝对会打得越来越好的 然后今年冲冠MSI冠 啥特别谢谢赛季 我相信现场的欢呼声 已经是粉丝们对你们那个期待的回应 再次刚起标记 拿下了本场BO3的胜利 谢宾哥来到我们的最后采访 那接下来呢就是粉丝的互动环节 我们先有请标记所有的选手 回到舞台上 有请 对吗 对吗 FE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